來美訪問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這次訪美行程 在東西兩岸的華府舊金山等地 都面對華裔和韓裔群眾舉牌抗議 他先前表示沒有直接證據證明 日軍和慰安婦事件有直接關聯 引發世界輿論的撻伐 而此行來到洛杉磯有上百位人士 聚集在市中心 雖然抗議場面平和 但訴求十分明確 日本首相安倍訪美行程 今天抵達洛杉磯 有不少南加州華裔跟韓裔人士夾到 不是歡迎 而是抗議日本政府至今不願意承認 在二次大戰中 對其他國家人民侵犯的行為 我們不是糾結歷史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歷史 戴著特質的口罩 象徵日本政府不願意面對歷史真相 讓事實噤聲 許多人高舉牌子 要日本學習 同樣在二次大戰中 屬於侵略國的德國 有繼續支持我們 也有德裔的美籍人士 德國人就說 我們都做了深深的道歉 日本人為什麼不能做 韓裔抗議人士也跟華裔 並肩奮慨激昂 日本商會今天在巴爾地摩飯店要舉行一場 歡迎安倍晉三的午宴 而在場外則是聚集了大約有兩百多名的抗議群眾 希望安倍要立刻為二次大戰的行為提出道歉 另外呢也要求安倍必須要立刻停止復活軍國主義 我覺得安倍在歷任的日本首相裡邊他是最右倾的他有那個想復活軍國主義的那種萌芽 原來日本戰敗以後他是自衛隊可是他現在已經慢慢點把他的軍隊有這個有跡象要不但是說自己防衛了有像海外擴張的跡象 雖然殘酷的戰爭已經過去但是日本政府不願意承認過去犯下的歷史錯誤 對於曾經受過日本侵略國家的人民來說是不能夠接受的行為 對於是因為那種的確實信任 對於是很大的藝術 對於是因為那種最有的